其实遇到预收货款这件事情啊 对大部分的如果没有很深入去研究 会计账目的公司而言 他们会觉得很开心 每天都要账户 每天欠很多 但预收现金太多其实是一个风险 正确的财务观点来说 预收货款其实是一笔负债 因为你一直无法 对你一直欠人家东西 你是无法实现的 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就很简单 就是超商取货付款这件事情 第一个你不收定金 就不会造成财务的负担 客人也觉得很安心 预购了一个商品 但到货了 他才要付钱 这样子风险就相对会低很多 我们商办都安心 这就会成为一个成熟的买卖 但有时候真的 可能东海真的拍子比较久 因为玩具有些是限量 他就说不好意思老板 我就是要先付钱 那这个时候就真的没办法 但他那个比例就会是真的是很低 嗨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Side Chat Side Chat 我是Inside的编辑蜜娅 我是Fox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海模型玩具的总经理 刘小薇 那请小薇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东海模型的小薇 那目前在东海模型担任总经理的角色 所以东海模型我们知道是在西门町万年大楼这个历史悠久的一个 我这样讲好不好玩具店 以前是玩具店嘛 那那那就是 这多久了 我们公司大概已经38年 38年 将近40年 然后就是一路从我们小时候看到那个 不对那就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样子 然后就一路长到现在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的本店都一直维持就是三十几年前的装潢 我们并没有做大幅度的改装 那其实原因是因为 因为公司已经这么久了 那其实蛮多以前会来店里消费的客人 他现在可能已经是成年人 甚至有人他已经移民海外 那他可能过个年放个假回来台湾的时候 他会跑到这个地方来去找寻他的童年 或小时候或是一些记忆 那我们觉得这个店面如果没有去改变的话 他回来看就还是这个样子 会比较亲切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在38年过后 就是说那以前是一家单的店 那现在就是长的规模已经不一样 你可以先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长就是他的规模变得怎么样 那现在做的事情 跟你未来接下来沿着这个道路 接下来会怎么走这样子 OK 其实我们本来只有一家店 那这家公司原本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团队经营 他是我们的老板 对其实蛮多人以为我们是二代 但其实不是 我也以为耶 真的 对对对 其实我们目前的经营团队都是以前在这家公司的员工 那当初就是因为我们的老板 他开始做这门生意是因为他以前是有美军顾问团的角色 所以他们是可以从外面去获得一些 美军顾问团只是台湾人然后是顾问团 对对对台湾人对对那他可以获得一些我们当时讲叫舶来品 所以他们开始做这些玩具的生意这样子 那后来就在台北的新门町大楼 以前新门町的万年大楼他并不是商店街 他比较严格说来可以说是办公室的概念 有点像贸易商有一个聚集的地方那大家有一个半开放式的办公室那想要去批发或什么的可以去这个地方去找那后来慢慢的因为新闻町发展起来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就改成是店面 我们就直接面对一般的末端的消费者这样子对那大概在十几年前大概十一二年前的时候就是我老板他年纪比较大退休那他就找了一些我们 包含我当时的店长跟我们这些曾经在里面工作过的员工讨论说有没有意愿想要把这家店顶下来 对那其实我本来没有想要那么早开玩具店我大概想说这是我退休后的生活在国小旁边找个店面开个玩具店我觉得就很棒了 我没有想过会这么早做这件事情那听了老板建议我就想说我当时真的想很简单我就觉得依当时每天的营业额然后换算成利润 我觉得应该是个可以做的生意对那我就回去跟我母亲讨论然后我母亲就被我说服了对拿出了我的他是我的第一个天使投资人这样对天使投资人并不是因为他很有资金去投资他是把房子拿去贷款然后借了这笔资金让我们去承接这家公司这样那因为这个原因接下来对对对那我觉得其实我脑海里也 曾经说我是不是老了我也来开一个玩具店或者是开一个漫画店 为什么有这个面图 对不起我对于这件事情不够熟悉啦就是说我刚刚看过什么野兽国啊东海模型但是我自己想像的是很像那种就是在电视或电影里面那种非常美式的玩具或模型店 我在猜测野兽国可能像是我那一个想法的进化版但是我的是很就是不是那么的潮的感觉 应该说你想要的那种感觉是说这样讲好为什么回到呼应我刚刚前面讲的我们装潢没有改过这件事就是说其实我们蛮多人童年的时候其实只能趴在那个展示柜上面看这堆东西 然后你就觉得每一尊都好美你每一尊都想要带回家但是你没有办法以前我们的教育可能就是父母会觉得你买这东西是浪费时间 你打个电动也要骂你不像跟现在是完全是相反的世界那这是一种憧憬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你就会很开心 那当然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野兽国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是会把玩具做得更加的潮流更加的先进符合现在 然后打光啊什么之类的 那就跟我想象不太远就是我看电影或是以前小时候或是现在看美国的电影就很像是宅男行不行的那样子的漫画店或是模型店 那是我想象中的玩具店但是它不是一个很fancy或是干嘛那只是一个一个梦想 然后你也知道那东西对我来讲了可能他没办法赚钱你如果老是进一些很奇怪壮的东西 就是为了自我满足的还有很美式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无敌美式的东西可能在台湾我来猜测台湾其实大宗可能还是日式的公仔这些伟大宗美式算多但是没有想象中多 如果是单就我们公司自己内部的数据的话确实还是日系占大宗我们也没有刻意的去推但是美式的市场其实是因为前几年就是包含 像迪士尼漫威他们帮忙打开了这个市场不然在早期其实如果我们进Star Trek 或者是Star Wars 根本就是最后会变成库存 所以我非常的清楚你只要进美式美系的因为游戏也是这样以前小时候我们在游戏公司也是这样 美式的过于美式的都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那有些可能公仔即便你觉得什么暗黑破坏神什么之类那也都很普通你都能想象就是即便游戏这么红那些东西还是很普通 但是日式就是你看这些什么漫画动漫的哇这些都无敌爆炸好的 对我觉得是因为IP的一开始部件的关系像我们其实从小到大我们最常看的东西就是电视机我们跟国小放放学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是吃饭跟写功课一定是回去转电视 而且最早的时候只有老三台所以当时这些日本的动画公司如果也可以透过台湾的电视台去做播映的话对我们的童年影响就会非常大 但当时的美式他们还没有做这些事情即便是那时候的漫威他们也还在漫画的形式上面那如果说早期美国或是美式比较流行的IP的话可能就是会是像霹靂游侠或者是对或者是像就类似那个年代什么天龙特工队这样子的东西才影像会在电视上去放映 出现对对所以但是这些东西他要变成玩具或是收藏比较困难对对对对 所以你接了这家公司之后那你做了哪些改变呢比如说这几这20年来或者这15年来最明显就是电商显然你们就踏进来开始做了 其实我接这家公司的时候当时的电商应该说那个年代不叫电商那年代叫拍卖其实已经很兴盛对对对对那蛮多新进的店家他们就开始或者是一些在我们业界可能是中南部的店家他们会比较开始往拍卖 尤其是那时候是雅虎拍卖移动那原因是因为台北就是很繁华所以开店面就够了那做网路这件事情对于当时的这些台北店家来说尤其是我们公司会觉得这么辛苦干嘛 就是你还要上架拍照然后还要把它写一段介绍文字到网路上然后成交后还要去对账然后对对完账你还要去打包寄出去这过程太过于缓慢了那当时因为逛街或者是说这个店面的我们讲街边店的生意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就会比较忽略这件事情那我接手这家公司以后就是刚好处在这一雅虎拍卖已经到它的顶盛起 但是它开始收费了以后就会开始促成了后面的拍卖平台的成长例如露天那露天拍卖就是当时我们进军的第一个目标因为其实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如果我做一家店我只能扩及方圆五公里十公里的客户大台北地区 但如果做露天我可以扩展到整个这个全台湾的客户甚至海外对甚至海外那所以我们就马上决定去做这件事但不过当时做这件事遭遇到蛮大的阻力就我们当时接下来的团队里面的既有的成员里面有的人会还是会觉得说这样比较累所以我们就把它拉到另外一个仓库去做这件事情就把它切开了对对对这有点像是新旧部门你就弄一个新的部门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只能用这个新部门的成绩去 说服这些伙伴说其实电商是绝对是未来中的未来对对对所以那以十字近日就是电商跟线下是原本这个的比例大概会是多少 OK其实如果是现在才要从线下进军线上的话通常他的线下业绩还是会大概在七成以上线上大概只会有三成但我们当时是一个非常特例中的特例因为我们有踩到社群的起飞起那所以就是非常的暴躁 所以我们刚好相反我们虽然是从线下起家的但是反而我们线上是占了七成 所以这真的是跟大家想象中的不大一样 我们之前采访露天的时候也是说到现在公仔还是他们一个很大的收入来源 其实露天也算是在东海开始踏进这个网路贩售领域里面早期算是帮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平台 那你们也会在虾皮吗也会在其他的这些平台吗 OK我们目前是有在虾皮那露天的话就是准备回去 这是一段故事就是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是在露天卖 那在露天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需要更多的力量 你想要生意更好那这时候像Facebook这样子的社群就出现了那你自然而然就跟着做 其实这个根本是完全没有什么考虑 只能说我们是幸运然后踩到实际那我们用Facebook去做做行销 甚至不需要花广告费我们就得到很好的成绩 好棒的2010年2010年 太美好了 设计网站有量随便做随便有 因为其实玩具有个特性就是说他不讨厌 即便你不想买你看了这个玩具的帖文分享 你可能也会按赞或是做一些留言互动 那其实很容易就让你触及非常的高 所以这是玩具拥有的优势 那内容网站或者是社群他就是希望连着度 大家都粘在他上面 所以像我们这样充满娱乐性质的贴文 他就很愿意帮我们做更大的触及 那有了这一步以后我们就会想说 那我们如果想要再做这些客户的这些经营 在平台上面会比较不方便 那当时刚好露天就是开始去做一些这个客户资料的 就是为了一些客户的隐私权 他们会把一些客户资料会去做一些隐藏 对对那我们这样子我们就变成说 我们要再行销会有点困难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做官网 对那以前做官网很困难嘛 那后来有各式各样的开店平台 那我们就去用开店平台去做自己的官网 那慢慢的就去转换到自己的官网这样子 这所有东西都是你就顺着时事 你决定或是团队一起决定 就觉得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顺着这个趋势 就一直走下去吗 早期是这样 我决定要这么做的时候 我就会让这件事去推动 那现在的状况就比较不一样 因为可能公司的规模 或是人组成的成员比较多 那大的思维你要跟上 要拉在一起会比较不容易 所以现在就变成说如果我想要做什么 我会采用是比较先建立一个专案 然后我们大家来讨论 公司的资源能不能撑住这件事 那做这件事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少 那再依照专案的重要性跟公司的资源 我们去做先后顺序调整 所以这有点像是某种的数位转型 你觉得是吗 其实我不确定我们算不算 但看起来算吧 很多看起来不像的都说自己是卫转型了 这应该算 但没有什么会有 因为一开始的组成其实还是是一个零售业 一个门店开始 然后开始经营线上 然后就因为一路的 不管是社群的红利或者是新的 不管是D2C就是自己有自己的官网直接来卖 然后其他社群店都一起都有做 那你们有做YouTube什么自己讲解玩具这种频道吗 其实有我们曾经想要做过 但后来这个专案我们并没有非常的成功 就是做YouTube这个部分 然后原因是因为老板就是一直不肯自己下台 确实 那谢谢我们这个频道的老板 我觉得其实都是原因 都是每个都有它的原因 就是这十几年来 我们就看这每件事情发生 那你回来看说我们有些有跟到 有些没有跟到 没有跟到原因是就那样 其实看一看也就也就这样 但是你又觉得说 我觉得唯一得到的教训是 每两三年就会有个train 那其实我们只能说这个train很可惜 那我们只能再下个train 再看有没有办法看懂它 追上它 就这样子 而且现在每一个周期都越来越短 真的 就是转换的非常快速 那有时候可能当你发现这件事是可以做的时候 你才刚跟团队讨论 没多久这个就要被否决了 就被大家做烂了 对对对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追短影音 对 我不知道短影音有人做 我没有看到 我的演算法没有 一定有人做开箱玩具 这种弹动玩具 有 非常多 对对对 其实 显然我没关心这一块 应该说 应该说其实我觉得 现在除了原本单一社群的演算法 演算法 会去分温层以外 我认为每一个社群也去分不同的温层 所以导致整个社群非常非常的破碎 那你要去做 以往我们要做穿透 可能会用一些 比较特殊的贴文 或者是一些方式去穿透不同的同温层 但现在这些战术都完全没有用 因为每个社群其实 区分的就是非常的明显 对对对 那你们有专门现在在负责社群的人 在看这件事情 有 其实我们公司内部有专门在做社群 本来早期最早最早就是我一个人做 我本人 那后来就是 当然你在经营你要去思考一些事情 你就会开始请行销 然后早期像下FB广告就是自己下 因为你没办法叫别人下 第一个你找不到会用的人 第二个是 都太新了 都很新 那时候FB的后台就是 如果你没有顾好还会喷钱的那种 就是你卡就会一直刷 一直被刷 他刷爆 他自己会刷这样子 他忽然间曝光量很高 他就一直把那数字弄高 然后你的信用卡就一直喷 早期是这样 所以你没办法交给别人 你就只能自己在那边 然后每天抱着一台电脑在那边一直看 看后台 那后来慢慢的就是去 当然每一个东西都会进步 那FB的后台进步了 那开始有一些 单位他们是有效去训练一些 广告的人才 投手 我们讲叫投手 那去让整个行销更完整这样 那慢慢就布建自己的行销团队 我们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那我听到这里很好奇 因为刚刚前面讲到说团队现在规模越来越大 然后还有行销团队还有做电商的团队 这样子总共大概会有多少人员工 我们的话我们公司大概有30个员工 蛤 30个 对 这是不是比我想象中小 没有我刚刚这样听听 我以为可能是我会听到80或100 听起来是100个人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们都蛮厉害 他们都蛮多工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很多工具的产生 也会让大家的作业效率更好 对因为像我们现在内部就是很积极 一直要去导入一些像slack trello这样的东西 像trello我们公司已经有两年了 那从一开始大家看不懂 到现在就是一直一直弄 连开会就是要弄 马上及时就是要改 慢慢弄到现在这样 就大家开始比较适应这件事 那当这些事情开始堆叠起来的时候 那个效率就会出来 哇 但我这没有不好的意思 那之前是怎么用的 之前是什么那种 就真的是我讲的这件事 然后大家开始弄 那如果我没有跟 大家就会拉牌 那我随便问 slack当然内部沟通嘛 那trello是用来做tax assign的票 就是可能有进展 可能或什么之类的可以follow 那还有什么呢 就是 呃还有什么这个 经验上你觉得很好用的 因为像我们但slack跟trello 我们可能用了超过十年 哇 没有这不是一个 因为他是网路公司 这是网路无聊人的公司 就会有一堆工程师 一直跟你讲说 我们有什么新的啊 就一直弄 你知道trello是 trello一直到了最近 我们现在还是有在用 我们那时候是 比如说有直缺啊 就是 有信进来 他就进到直缺的版 然后就从开始 有票 然后就进来 我们就看 是不是拉面试 没有就拉掉 然后就开始进每一关 然后就一个一个拉 然后就各式各样的东西 然后后来 但现在弄到最后 比如说他可能又用trello 或者是用其他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用什么了 就我现在没有发 没有跟那么紧 呃其实现在就是 这种生产力工具超级 超级多 然后就跟 刚刚讲的商业模式 一直翻新是一样 其实现在生产力工具 也翻得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 其实你光要跟上就不容易 就好有用一套吧 他用到其实就已经很棒了 可是现在又有很多新的AI工具可以用啊 是不是也要导入自己的流程里面 现在比较方便的就是这两年 当然有像ChairGPT这样的东西 就是反正你不懂你就问 然后你要set up 就是要设定的时候不会 你就是问他 然后他告诉你大范围 然后每一个细节你不会 你就再丢回去 再问他 其实这个东西 就会帮助我们去 適应工具就会比较快 这样子 所以 那投广 然后数位工具 团队 那团队 因为其实团队 比我想象中小 我小 我小是好的意思 就是 因为有很多他就会不断膨胀 然后造成这个 人员过多 你怎么控制住这个数字 其实 对我们公司现在来说 30个应该还是太多 还是太多 对对对 眼光色色大多 不是不是 是赚的 就是没有赚那么多 对对对对 其实平常心讲就是说 呃 呃 其实我上一集有听那个 创业家兄弟的那一集 其实我蛮有感的 就是现在的电商 根本就是 不是人做的 确实 我真的 对我好算我上次说 张奇我也在 所以 所以我们就是变成说 我们要 呃 想办法去做很多的优化工作 想办法让说 呃 比如说你的广告费的投入 不要持续的增加 让你人员的效率 要提升 业绩更好 之类的 才能去维持 现在的营运 对 就你的观点来讲 做玩具 这是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好的创业 嗯 要跟你说 什么角度 对OK 比如说 我感觉上一直都有了 一直跑进来 要做玩具的这件事情 然后也是 就感觉说 我去日本弄个公仔回来 我一直可以开始卖 一个感觉 听起来很鸿海的题目 对你觉得呢 呃 好 这个就回到当初 买公司这件事情 对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买公司的过程 根本就是一场儿戏 对 像现在如果你要接受人家投资 人家一定会敌敌你 但我们当初根本就 没有去做这样的动作 我们只是简单的 去把公司的一些账目 跟一些资产去做一点清点 然后再签一个简单的合约说 诶可能 什么时候货款是由我们负责 什么时候之前的货款是由你负责 那再来就是税务的部分 你有没有欠税 或什么的一些 简单的一些条款 那当然因为 十几年前只是一家小店面 其实他不会有太多奇怪的事情 而且毕竟我们以前是员工 所以我们最知道公司的营运状况 所以我们就这样买下去 但是当开始营运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发现很多问题 那我认为对我而言 以我的角度 做玩具这十几年来就是不断的去 会发生很多问题 然后再解决问题 那就从这中间 我们去学到 我们现在在营运的这一些知识跟know how 而这一些 我们是没有办法从其他外面去学来的 对 因为这个 就等于 就真的是打实战 一路就是这样站过来 当然这中间一定是有 我们讲损兵折将 然后也有赔了很多钱 这坦白讲都是真的是有的 对对对 那就一路练过来就会是现在的形状 那当然我们现在发展的这个状况 就是说 我们还有办法去做获利的动作 那我们就会开始想 我们现在累积的这些资源 我们还能在做什么 对对对 对但对一个新手来讲 比如说我在Sherix上面 我就会看到一些人 就是我就是看到 化妆品尤其面膜 我就是每次就有人在做面膜的创业 然后但还有另外一个是服饰 但服饰也是一个 因为消耗体量也大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讲 玩具我觉得也是啊 就是 就相对讲好像门槛比较低 尤其上一波我们有看到 我就直接讲名字 就是季香他这样子做法 就是不断的一直是预收货款 然后预购一直收货款 我猜测他的状况是 他把这预收款也拿去用了 所以造成了 就是后面的钱补不及 就是前金补后金的感觉 然后就爆了 那这个不就是现在看起来 市场很多某种不太健康的状况 嗯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蛮早就遇到了 但因为我们 预收货款 对 这其实对于金流跟财务的几率问题 对 其实遇到预收货款这件事情啊 对大部分的我想如果没有很深入去研究 会计账目的公司而言 他们会觉得很开心 每天都看到账目也欠很多 对 但从我们公司营业规模开始比较大 那讲白了也是有 有时被国税局关心一下 那就会开始了解到说 你这些会计科目上面每一个栏位它代表的意义 那其实预收现金太多 其实是一个风险 对 因为对我对真正的正确的财务观念来说 预收货款其实是一笔负债 因为你一直无法 实现的 那我们公司其实 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就很简单 就是也是顺应一个服务潮流 那时候就是 超商取货付款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公司帮助非常大 因为 第一个你不收定金 那就不会造成财务的负担 你不用先收钱 那再来就是说 客人也觉得很安心 就是说 他预购了一个商品 但到货了 他才要付钱 那这样子风险就相对会低很多 我们双方都安心 我也不用收太多钱 你也不用先付钱 那这就会成为一个成熟的买卖 对对对 我们实际是这样 但有时候真的 可能 可能东海真的拍子比较久 那大家比较听过 所以其实真的很多客人 因为玩具有些是限量 他就说不好意思老板 我就是要先付钱 那这个时候就真的没办法 但他那个比例就会是真的是很低 这样子 对因为 因为我不确定 听众们了不了解这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有很多东西是限定的 然后尤其是日本的 那大家又很想要 重点不是钱 重点是抢不抢得到 抢不抢得到 然后我就很多人是很愿意很付大钱 我就先给你 然后一年后取货 那取货这件事情 你想一年这件事情 变数这么大 你这家公司在这一种状况 如果不是一个老公司 即便是老公司也是 就是一年中变数的机会可能太大了 那你有可能这家公司就倒 你东西就拿不回来了 那 那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事情 但是 看起来这在玩具这一个领域 还蛮常发生的 是必须做的事吗 其实这也呼应我刚刚有讲说 我们之后可能会 再回去露天去做 经营卖场这件事情 那其实是这样 就比如说像 我的官网 就是我们也 超商取货付款是比较多的 然后再来像我们有经营虾皮 那虾皮的话 它的原则就是当 它的订单产生了 然后你已经交付给客户了 它的账款才会拨给你 那其实露天他们现在也在做这件事情 他们会精选一些比较优质的玩具店 那去 未来他们也会导向这一块 那将消费者的这个风险降低 那培养这些比较有信用的 的店卖家 对 OK 那除了这些线上的做法 你其实除了原本的本店之外 现在又有新的店 一样在西门店是吗 有 我们目前就是东海这个品牌 我们目前有四家门市 那其实有三家是集中在西门町 那 我一时候看就觉得 这不是都在西门町 哈哈哈哈 其实就跟 对 这个事情其实就跟你去西门町看 会有很多 都卖Nike 或是都卖爱迪达 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西门町 强调就是人流 而人流不会每一条路都逛过 所以你必须在各个节点去拦截客户 对对对 所以再加上西门町 西门町就是一个比较熟悉的主战场 你大概了解说客群上的一些这个 当然我们在西门町开店还是有失败过 嗯 对像那时候就是觉得 欸疫情可能要结束了 然后想说先抢再说 先冲一下 对但没想到可能又有一点 就是后来又爆发 那就是人流没有想象回复的那么快 对对对对 所以三间在西门町 那一间是在 我们在中正区 哦中正区 所以也都还算是靠近的区 对对对对 其实这样这个转换就是说 一开始我们只有单店 后来做电商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3比7的比例 所以代表我们电商的营运是非常 这个营运的占比非常的高 那时候就会非常的安心 完全不会想要去做展店的事情 对 而且在过去的10年 可能大家疯狂的就是会去喊说 电商就是未来 还没到这段 还在电商就是未来 然后你怎么想象都不会想说 实体店面有回春的可能 以前大家真的是这样想 然后再加上前几年各个巨头都在说 什么无人商店啊一大堆 怎么讲都是没有人跟实体这一块 但是我觉得疫情这件事真的是改变蛮大的 我发现现在小辈子他们非常需要体验这件事情 所以线上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了 OK 所以也造成你们开始 现在就开始买 就是开始展店这件事情 对 可是我怎么又有一种感觉是 可能西门丁特别好 太久没有去西门丁光 但我又觉得其他商圈好像又不是那么的好 就是我觉得我接受到的讯息很矛盾 有些人说实体生意 比如说最近这几个月很差啊 什么之类的 你有类似的感觉吗 其实有 就是不同的产业在不同的场域表现 其实差异蛮大的 真的蛮多产业 他可能他的街边链就很适合他 也有的产业他就是在百货公司他非常的 或是卖场这种大卖场型他会非常适合他 我觉得就是都不太一样这样子 还是得找到属于 但西门丁跟北车那边本来就是模型跟玩具动漫化的大众吧 对对对 其实这有点像以前迪化街就是南北货剧集那个概念 那以前玩具就是都在万年大楼 这是一个指标性的地方 不能说玩具啦 就是说娱乐产业 好像什么万年冰宫 我觉得Mia一定没听过 你有听过吗 哇这疑惑耶 太疑惑耶 或是大家以前很喜欢去什么 MTV 门口要够一个外套就是一个暗号之类的 那他就是一个娱乐流行的 那时候年轻人的娱乐产业的集中地 但是现在就是 就像你刚刚讲很多人投入这个产业 他们开始就会在不同的区域去做开店的拓展这样子 我这样后面想到 就是说其实以玩具来讲 它并不是一个 它还是一个规格商品 是 那规格商品不会就很容易落入到价格的竞争 对对对 我觉得我就想起这个其实 这件事就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开始 就是当时你 我忘记了你好像是一个贴文 有类似这样子的那个 然后我就去回你说 就是类似价格不一定是唯一的 那你回我就是说 这就规格品啊哪有什么 没有差异 我这么冲啊 你回文都超冲的 你自己不知道 真的啊 对 就是你回说就是 就是价格竞争 那还有什么优势 那时候我回复你就是说 一年如果是卖一两百个商品 跟一年要卖二三十万个商品 它的处理起来就不一样 然后那时候你就懂了 那那这段意义就是说 其实我认为现在蛮多消费者 他们追求的不一定是最便宜的价格 他们其实追求的是 对我们来说是摩擦力最低的购物过程 对 我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也认同这件事情 就是最近我在买一堆东西 然后买一堆东西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瓦斯爐 我以前就觉得说 我就在某某上就是 随便逼一笔 你不是去淘宝上买喔 瓦斯爐是什么 那个热水器是怎么在淘宝上买 但是那个的确就是你 我看很多现在装潢 室内装潢的设计师在抱怨说 客户说他要从淘宝上自己套来给我们装 然后装了以后问题就很多 所以其实是有的 对所以这其实还是会有摩擦问题 就刚刚讲的 就是说我最后的做法是 我走进我家附近的那个水电行 然后他就给我几款 然后其实我有先稍微做一点点功课 我大概知道的价格在哪里 然后他就抱我 我就想说这怎么跟某某上面价格一模一样 然后我就给他装了 我就不去某某买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不一样 然后你又觉得说他们来装 然后你知道最好笑的是 他们帮我装完之后 我说欸你有电鑽 然后你可以帮我鑽两个洞吗 因为我要挂花 他就帮你鑽 他也不说你全部干嘛 他就好啊 就帮你鑽两个洞 他就跑了 顺手 对对对 他真的很顺手 然后就很瞬间 所以我现在不见得觉得 确实价格不见得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而是你跟他的信赖度 或者是你互动的感觉怎么样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是蛮重要 这也是我们现在想要展店的原因 就是说 我觉得大家就是想要看到 玩具很多展示在那边 进去以后 逛一逛看一看 然后这时候买其中一个玩具回家 你今天的体验完成 很开心 对对对 但你还是有获得东西 这样子 可能转个蛋啊或干嘛 都觉得还是很棒 对对对对 但是我现在不好意思 我现在很久没有买玩具 因为我家有猫 我买了之后也是不要糟蹋而已 然后我在某一个时间点 忽然间完全都不买 这听起来就是跟老茶一样 你知道 我知道老茶 老茶以前也是办公室 我去办公室雅虎办公室 满满从桌上满坑满谷 全部都是玩具 那有一天 可能真的是 到了一种老年的界限 我就会 突然间全部没 你有遇过这样的极端的人 你觉得这样的多吗 不 不多 呃 如果说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 应该算 这个案例 哈哈哈 就是 但我的原因是因为 原本这个东西 是我的一个兴趣 对 那当我投入 当他变成工作以后 慢慢的这些就不是兴趣 而且 呃以前 当你可以用 呃一小笔钱 去获得 这么多玩具的其中一个的时候 你会特别珍惜 但我现在真的是 每天就是站在这个环境里面 然后我已经看到眼花缭乱了 那 反而这个东西就没办法 变成我的一个 一个 一个生活调剂的东西 我这就是什么 如果把热爱的事情 变成工作 最后就不爱这件事情 这是某种极端 也不一定会发生 那是我 我是有一天换天就 就 再也不买这些东西 就是 就是 有一种修行物道的感觉 但我觉得这每个人的体验 跟做法会 不太一样 我还是认识一堆人 结婚后面家里摆了一堆公司 应该说这个东西就是 我觉得玩具本身就是一种 可以说是很多人的精神良食 那他可以维持很多人 就是说他除了平常的工作以外 他收藏玩具 他就会觉得 得到另一种的开心或成就感 那 但是每个人的 停止的时间不一样 这其实 我不认为是个不好的事情 就像有的人可能一段时间很喜欢打篮球 嗯 他可能入社会以后 他会喜欢去做其他的兴趣 他在 赚了稍微多一点钱 有一点 实力 他可能会去买跑车 会去跑山 就每个人的阶段是不同 但最终他们的目的都一样 就是获得 精神或是快乐这件事情 对 嗯 嗯 那你觉得接下来 以这一个行业来看 未来有什么样发展的趋势 或觉得你 我接下来看到可能 会有什么技术或创新 你觉得很兴奋的吗 嗯 其实玩具蛮传统的 那 一路 我所谓的传统是指说 呃 包含从制造商到 到这个 我们末端零售商 大家的做法都会是比较保守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呃 呃 玩具其实 你说要创新 其实呃 从以前到现在 其实大家能做的 大家都做的差不多了 不管是把它更高品质化 或是做声光效果等等 其实这些都做了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是个古老的行业 所以该做的大家都做了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 并不是近几年才有 这可能是几十 甚至百年前就已经有的东西 只是我们玩的那个东西是 形体不一样 但是持续的都是进化 在天上是一样的 对那呃 对东海来说的话 我们目前是在做的事情 就是说呃 我们目前这段时间 一直在做系统的整合 嗯 对因为当你规模越大的时候 其实呃 你要控制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那包含像呃 像露天或是虾皮 早期这些都是不提供串接的 现在好像有 现在有现在有 对对就是呃 其实露天要我们要回去 也是因为他们 有了 对对对 然后虾皮就是呃 商城级的就是有 嗯 那所以当虾皮来找我们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呃 就去做这件事 那刚刚我们系统商也是愿意 嗯嗯对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其实呃 一切一切就只是要 降低这个消费的摩擦 嗯嗯 所有消费者都不太一样 嗯 然后你要去把这些呃 我们讲叫会员资料 去把它收容起来 嗯 去分析其实不容易 那以前我们都没有很重视这些事情 嗯 因为生意就是很好 嗯但是现在就是呃 可能你取得新客户的成本 越来越高了 那呃 呃我们累积起来了呃 呃 会员资料 如果讲新潮一点词 就叫做存量 啊或是在流量池 流量池 哈哈哈 就是把这包就拿出来再好好的去利用这样子 那去做一些分析 那产生出更大的营业效率这样 哇 数据化金 对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都一样嘛 就是呃 你如果传统过去没有个dashboard 他现在可能有个dashboard 可以看到每个门店及时的post 然后自己线上销售的 那从哪里来 然后全部都有 对对对 这应该是一个所有人终极的中台梦 哈哈哈哈 对就是去整合这些东西 那看能不能去创造出更大的这个营业额 或者是说获取更多的客户 这样 我忽然想到一个idea 因为前日我看到有人会去那个日本的那个模型公司啊 去去飞去那边 有点像旅行团 或者是去去玩 我觉得这种的行程 可能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做法 你说之后东海开个旅行团 开个旅行团 其实就是女学友就是一团一团 每年大家有点像粉丝 然后大家可以抢这个名额 然后去去逛个一圈 然后去钢丹啊 我们都是在这边看到的模型 大家可以参观一下这个工艺商 我覺得這個是個有意思的 有點像行銷活動 看他完全賺錢我覺得是有困難 但只是說他有點像是一個 我覺得這個提案蠻不錯的 就是說這也是增加體驗的一個部分 大家可以去看這個模型工廠去什麼 日本很多這種東西 因為其實我母親是從事旅遊行業 所以其實我大概對旅遊業有一點了解 所以其實這應該是可行的 所以接下來兩年如果看到東海開了旅遊 就是我今天提到idea ok 好不好 那你做了這麼久 那這個你一路走這一條路 你有什麼信仰或信念之類的 想要或是有一個公司座用名 提供給人們更多的歡笑 迪士尼之類的 其實如果是公司對外的slogan 其實我們沒有很認真的去想這件事情 但我們有想過我們未來是希望成為所謂的hobby 就是4號類的指標的通路 我們目前做的事情是販售這些玩具模型 但是其實hobby類還包含了非常多的範圍 比如說我舉個例 比如說求援卡 或者是說一些卡片這件事就像那個前陣子骨骸 他不是一直在po他買雕像嗎 就類似這種東西 雕像 對 雕像就是他通常是只不能動的這個 大型的模型 Finger 對對對對對 大型的模型 那好大一個 對對對 那但是他做的很細緻 那其實一般玩具店是不會去販售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會比較偏向於精緻型的 或者是組裝模型 那像這些我們其實未來都希望去把它含蓋進來這樣子 對對 有道理 有道理 你能看到美國人就是卡片啊求援卡 那些hobby類的東西 其實都 他最後就變成是可能是一個收藏類很大的shop這樣子 對對對 那這是我們希望公司未來推廣給顧客的 給消費者 輸壓的地方 對對對 賣的不是玩具賣的是快樂 對我個人比較工作上比較大的支撐應該算就是 就是目前是家庭吧 就是說因為我太太跟我在一起很久 那我們就前兩年剛結婚也生了一個女兒這樣子 那可能就是目前就是用家庭就是我最重要的支撐 因為因為因為其實工作壓力真的是蠻大 你要經營你有時候做一個決定 你就會關係到30個人的動向 那其實這個決定是不好做的 30個人是包含門市電源嗎 包含包含 哇靠 那真的很精實 好猛喔 我的天啊 哈哈哈哈 OK OK 那你工作至於輸壓的方式你最近有做什麼運動或興趣 還是陪女兒就是你最大興趣 呃對我把我的興趣跟我女兒 你知道兩歲我看 對我女兒現在三歲就是最可愛的時候 但因為就是我最近個人就是原本我剛剛有講我最近對於玩具都是比較有點麻痹的 但最近我就是有一個新的興趣就是收集小的模型車 因為它比較不佔空間 然後就是腫的又非常多 像TOMICA那種嗎 對對對 但稍微在等級上會再高一點 再細緻一點 對對對 那收集這些小車子然後又 我又買給女兒TOMICA啊我自己買比較貴的 然後就一樣的興趣這樣 喔原來如此 從小培養起 從小培養 喔那你有運動嗎 喔其實我在疫情前一直都有跟一些電商或者是新創公司的老闆 我們都會約去球場打球 對對對 啊現在因為有女兒 所以就 真的就這傻 OK 那你最近有看什麼你覺得或是過去十年你覺得對你來講影響比較大的書啊 或者是任何的作品 漫畫也算 漫畫也算是不是 漫畫也算的話灌籃高手應該翻了一百遍 哇 Short of shit 哇 應該超過 對那我覺得其實可以從裡面去找到非常多人生的啟發 對 灌籃高手的結局是什麼 灌籃高手的結局是 你可以吃就這已經不算劇透 這已經是劇透 那結局就是他們並沒有達到他們當初的目標 對嘛 對嘛 我印象中就是一個好像沒有 不是一個光明的就很棒的 就是完美的 不是完美的 對對對 OK 那因為最近這個 又有劇場幫 日本的這一個奧運隊的這個 就是他們最近奧運男男打得非常好 對表現非常好 所以大家覺得哇 日本人真的是 就是他們可以 活在動畫裡面 然後什麼滑板演示啊 就覺得哇 他們真是把某些東西真的是有製作做到很好 我們好像就一直 應該說我覺得日本人他們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投入 然後會做很多的規劃 然後讓這個產業去 或是讓那個所屬的產業去持續的維護跟持久 所以日本有非常多的百年企業 我舉例來說比如說 比如說像他們的消防或是建築的法規 就是規定非常嚴謹 或者是大家前陣子常在吵日本買房這件事 那日本買房就是 他大概會說他們必須要維護他們這個 建築物的外觀或什麼的 那這個法規下去就會非常的團隊 要去做這個業務啊 那你就可以繼續的去 讓這些建築公司或是公事務所可以繼續存在 那消防法規也是 那再來就是說 跟我產業比較接近的 就是比如說 我們前陣子想要去做一個廣告 可能需要利用到一個 30年前動畫的裡面的一段聲音 那我們就去跟授權公司講 但是授權公司說 如果你要利用這一段聲音擷取出來 放在你的廣告裡面不行 我說為什麼 他說照規定就是要請那個 當年那個配音員再出來再配一次 這費用就非常的高啦 但是他們就是用這樣的精神 去讓他們整個的產業運作是可以 不能用AI 你必須請本人再來一次 現在會不會觀念比較新用AI 我不確定 但至少 因為我們這件事才發生在前兩年 所以我認為他們是非常的嚴謹 有可能會改變 但是也可能會 即便他可以做 他一定會把那個錢想辦法給 那個人可以繼續下去 動畫的部分就會灌人高手 那書的話 最近看也翻好幾次是那個 底層邏輯 我覺得這本書就是寫得非常好 底層邏輯是講什麼 其實我覺得他用了非常多 可能比較專業的術語或什麼 在寫這整篇的書 但是其實回歸到最後 你看得比較透徹一點 你就會覺得說 其實很多事情 他的先後順序或是運作的範圍 他會有一定的 因你的選擇而造成不同的結局 那你如果可以在事情發生前 就先去洞察的話 我覺得可以幫助你 可以閃過很多事情 這我感覺我有看過這本書 哈哈哈哈 這有點像第一性原理 其實你就是一直要把它剖析到最根本那一個 那這個上面怎麼改變 你為什麼不先看最根本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這個非常非常的難 因為我們以前接受的訓練 就不是依照這樣子的發展 因為我們是背的 我們看到最後的結果 我們都是用結果去看這件事情 那那就會 但我猜測全球 全世界都一樣 因為Elon Musk 常常在十歲念說 大家不這樣做 但是 但我們覺得 我們才沒這樣做 所以底層邏輯 這是個老外寫的書嗎 沒有 他是劉潤 劉潤的書 我就沒看過 對不起老闆 就沒看過底層邏輯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見 好 那你理財呢 理財 我還發財密 最近台股跌了 跌了 早上開車 今天是一千點 對一千點 那你最近有做 過去十年有做 除了投資這家公司之外 其實大部分都在這家公司上面 所有人都在講 不是 這是真的 就是 如果你把那筆錢 就在十年前 你拿去投房地產 投股票 現在都發了好不好 對對對對對 但是 就是發了 就這個選擇 對 但是 如果回頭看 當然我們一定要說服自己 就是我這十年 燒了這些錢 我有獲得 獲得很多東西 現在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可不可以幫助我去看到 更多的事情 我覺得這就非常的重要 對 因為 我也常講 就是說 我們如果十二年前 十四年前 沒有創業 那錢拿去買蘋果 可能 對啊 退休 你現在可能跟Nick在衝浪 哈哈 就大家都很開心 但是 這旅程 或是經歷到了 騎起服務 也是你可以一直拿來說嘴的事情 所以 大概也就這樣 那 所以沒有 就是 連台股 美股什麼都沒有 其實有啦 有買一點股票 然後 對對對 但是會放在 台股嗎 主要是台股為主 主要是台股為主 對對對 那你是怎麼去 看股票 還是你就買台階 對 就是買那種 就是比較 GEO的 對 那早期其實沒有想那麼多 都買那種會配息的 對 喔 哇 OK 那 因為也沒有時間 其實你應該不是那種 trading型的 你也就是買 可能 就是 買了放著 買了放著 對 那其實就是 太太來幫忙看 那我就是負責公司的營運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時間 再去管這些事情 對對對 OK 好 今天很感謝這一個 這個小薇來跟我們聊這麼多 謝謝你 感謝你 感謝大家 謝謝你